其实现在大家在讨论的就是 新加坡还有香港 到底哪个比较强 我们现在来看到一些相关的数据 如果以全球的金融中心的榜单来说好了 2022年9月份的时候 其实第三名是新加坡 超越了香港 然后呢 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 其实排名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再来看到人均GDP的部分 其实在新加坡还有香港 在1997年的时候 那时候大致上都还是伯仲之间 然后香港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到了去年的时候呢 你可以发现到新加坡的人均GDP 成长得非常多 来到8.27万美元 至于在香港的部分则是停滞的 只有4.94万美元 而且主要是在新加坡的部分 从2017年开始 它的经济成长来到了14%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要讨论到 新加坡跟香港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如果我们讲新加坡的话 一般来说 其实这两个国家 它的国土面积都非常强 但是香港我们讲的是地区啦 那以新加坡来说的话 它主要最大的市场 还有腹地都是在中南亚地区 然后呢 其实你可以发现到 它有哪些特色 像是它的政治民生 经济相对稳定啦 还有金融政策的措施 基本上是比较开放的 而且有利于外资 所以在香港的话 它主要最大的市场 其实你要进到大陆 在很多时候都要经过香港 不过现在香港基本上它的经济是比较放缓的趋势 还有中国大陆的经济本身也都是比较放缓 就有待接下来下半南看有没有办法振兴 那我想要请教博士 我们讲这个亚太金融中心 过去我们一直在讲香港 但现在好像新加坡取而代之 但是新加坡这个亚太经济 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龙头宝座能再做下去吗 你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它目前可以攀升 就是要超越香港 其实与其说是新加坡进步 我们不如说是香港这几年的一个退步 对 那我们可以从几个点来看 最主要是香港最近呢 从我们看到的美洲贸易纷争 反送中国安法 然后到接下来疫情的一个管控 上海的清零等等 以及大陆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 这几年是在调结构 所以它整个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资金外逃 富豪等等 都是在这种因素下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往衰退方向去走的 可是如果我们细节来看一下 它目前的各项的分数跟新加坡的一个变化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它的人才大部分流出是配合公司去流出 有一些人才可能也流到英国去了 例如说英国有出那个BN5 5加1的一个政策 并不是说所有的人才都流去新加坡 就是说他 他的人才是流出是一个事实 但是他也是往各个面向跟着公司的领域去动 所以他这一次他的一个退步 我认为他 频率上是比新加坡增加这个部分 还来得更为明显 所以应该是说他退步了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一些经济状况 其实在今年反而香港的GDP是有5% 然后而且他也做了一些补救 尤其是说他人才的流失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香港就开始去做一些放宽优秀人才的这个 配进的配额 或是加强就是说你本来是你要先找到工作坛进来 他现在都做了一些放宽跟松绑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下slide 其实我有整理一下就是说 香港跟新加坡 目前我们从基本面来看一下他的一个差异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香港他后面 其实我刚刚一直提到的产业聚落 他中国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腹地发展比较快 那新加坡这一次的优势 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供应链的重整 有一些呢他在去中型化的过程中 他也往新加坡去了 但如果说以政治的这个氛围来讲 那新加坡绝对是大胜 因为他就是以自由宽松政治的一个稳定 这个部分是没办法比 可是有一些毕竟香港他是发展的比较早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他国际的航班交通 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其实是比较稳健的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提到说 我们其实这一次看到的是 香港其实衰退的力道比较大 我们从两个几个数据可以看出来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新加坡呢他在2021年 他资产管理的规模成长16% 香港只成长了2% 可是如果你回头去看 他目前累积的资产管理规模 香港还是超越新加坡 等于说香港有所谓的主产的一致 从过去一直留到现在的 对然后但是他在最近几年 我们刚刚提到因为地缘政治 因为他腹地的中国经济也在趋缓 风控清零他是最后一个开放的嘛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说 成长力道上他趋缓 但累积的量香港还是目前是比较高一点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新加坡有的优势 就是在他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外汇上的一个优势 他有很多的汇率 可是我刚刚说是香港的衰退 我们还可以从一个部分看出端倪 就是说香港目前他的上市柜公司 他的资金取得的程度 仍然相对新加坡是比较容易的 他的上市柜是比较多 那我们现在看到去新加坡上市柜的 主要一些公司考量是 我可能要往东协市场发展 所以我过去那里 所以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 他最近的这一个的衰退是位置的改变 主要还是香港他之前收到这些政治的因素 跟中国经济的一个状况 可是接下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中国现在开始做了一些振兴的政策 他也在调产业结构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 我个人觉得是说可能在明后年 还有机会在这个伯仲之间 看这个输的这个显胜的新加坡 看大家气息比较长 但其实不是我也蛮想请教所谓的 大家会很关心所谓的政治因素 当然以香港来说的话 当然的确慢慢的现在逐渐放宽了 但我们知道在去年或是在前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抓得非常严 还有还有相关的官法 资讯安全的一些法规 但是以一般投资人的角色来说 如果我今天都知道 这个区块这个区域可能随时都有可能被 所谓的政治管控或是经济管控的时候 投资人的信心还会在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产业哈 为什么要去做中国加一分散的原因 这两年我们看到疫情的这种 比如说疫情有些国家 就是立刻说封锁就封锁 有些就是我说开放就开放 还有两岸的这种进口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产业为什么要分散制造 就是要避免断裂 那为什么富豪现在要把钱 或是我们刚刚讲一些资讯公司把它流出 也就是说我不要把我的所有资产配置 全部都放在香港这个地方 所以它背后也有一些资金分散分流的概念 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类子里 所以其实它背后还是一种 我要多角化多元化的一个讯息 所以在这个地方上 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就掌控这个优势 所以其实有很多资讯公司 它也因为地缘政治一些法规的因素 就是我们看到往新加坡去走 可是其实回头过来我想说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几个国际的指标 在这么多热钱邮进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其实新加坡目前 它的这个房价已经是这个 跟纽约比起来全世界最高的 而且它这个涨幅的价格 各位可以看到是非常的惊人 但是相对之下我们刚刚说香港 它其实起步的就是说它在这一部分 它有比较完整一些金融体系 所以它目前虽然说我们刚刚说 因为资讯安全的问题 这些资讯公司往那里往新加坡走 可是目前我们看到 像这个全球城市的安全指数 以资安来讲 目前它的调查 香港排名还是在它的前面 那另外就是说生活成本 我们一直都觉得香港最高 香港感觉很贵 对但是它过去几年 它因为经济等等的一个调整 所以反而现在是新加坡通膨 我一直觉得它的通膨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尤其是房地产这个部分 结构性的问题感觉就是 是短期内基本上很难解决 对不对 通膨刚刚其实也提到了 你如果今天像它现在经济面临衰退 看起来第二季也会衰退 如果它继续升息打击通膨预期 其实反而会让实体经济这边资金 受到一点压力 但是我认为它的这个部分 房价的问题 刚刚提到差异化 所以你升息其实只能打到 一般民众房贷成本的挣扎 而所谓的富豪 对这个没有差 而且它有一些钱是因为我们看到家族资产传承 有钱人他们要去做布局税制的规划 所做到的资金流动 但主持人刚刚一直提到说富豪的增加嘛 我刚刚一直说是香港这几年衰退 我们其实从这个数字也可以看到 这排名的话新加坡是 它的就是人数超过的部分是比较多 大于香港 可是你要说我们在看最极端的部分 真正有钱中的有钱人 香港还是最多 所以我刚刚说有一个是它过去累积下来的结果 那这部分还会有一些tread off 倒是我们可以观察 如果这两个要成立金融中心 有一个议题 就是我们看到加密货币的议题 其实这两个国家 他目前都是非常这个欢迎热钱 就是欢迎加密货币进来 不过新加坡在最近有改变了一些他的立场 包括他可能觉得说要有一些管制 甚至他会提到说去跟民众说 小心哦这个热钱 他可能后面会是一个高度的风险 这个部分我觉得他也是在反思说 如果他今天要成为金融中心 是不是就是所有都开放 把资金涌入 那他另外一个要负担的一个成本或tread off 我们说通膨或者说金融的稳定 以及一般民众的这些生活 金融上的这些 是不是要有一些配套进来 那我觉得正面的思考就是说 他也是看到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他现在想要做半导体 把制造业做起来 这个面向的方向是正确 但只是说半导体供应链这一块 好设备是什么样的设备 成熟日程或什么 如何跟东南亚腹地的结合 我觉得接下来他们的角力 是不是就代表远远把香港抛出在后呢 我觉得可能还要看后续 这一两年可能还会是在伯仲之间 而新加坡政府可能要思考 如何在这当中去取得一个平衡 这会是蛮有挑战的 我个人觉得 那博士我也蛮好奇 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加密货币 其实这在过去的两年 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但其实我们讲说 当然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金融中心 拥抱加密货币 它到底有哪一些的风险 或是有哪些好处呢 其实为什么这几年加密货币非常热门 也跟美国这几年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暴力升起 把美元武器化 就是我去制裁你的能源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希望说 取代美元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做法 所以现在看到很多国际间的贸易 会用本币交易 可是加密货币它本身 它并没有一个对应的一个资产 或是黄金去做支撑 加密货币跟数位货币 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形态 所以其实就是说 我们允许它欢迎它 可是这当中里面很多的钱 它到底这些钱的运用上 后端的整个的一个炒作 基本面等等 这个如果就像新加坡 现在自己在犹豫不决 因为它原本是从过去是开放的 但现在是比较限缩的一个态势 因为就是说你必须可能要把这个让民众知道 不然可能也会带来一堆相对的金融问题 比如说像美国最近的几间银行 就是有主要集中在加密货币 它可能在这个风险比较高的时候 一下子一瞬间 它是高风险 然后高报酬 可是我要回头过来讲 货币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价值 它还需要有一个实体在后面做支撑 比如说黄金 那加密货币有它的氛围 就是美国现在其实美元已经跟黄金脱钩了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 大家开始在多元化一些部分 所以这个是带动新兴货币的起来 但是是不是就是没有任何的管制 让这个热钱或是加密货币进来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些钱进来以后 它带来这个突然攀升这些钱 它其实是虚的 那这些钱会进到哪里去 怎么去管制它 会不会对一些一般民众 有一些错误的误解 这个我都觉得需要配套去想的